吴彦祖单凭一己之力就扛下了美猴王的这一称号 吴彦祖的美猴王不仅长得帅 实力更是屌的一批 他把孙悟空的七十二遍更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可耐不住长江后浪推前浪 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现在却被这个仅仅几百岁的儿子拿捏得死死的 自从孙悟空的儿子孙维臣偷了孙悟空的金箍棒逃往凡间之后 孙悟空整日忧心忡忡 因为他当年的好兄弟牛魔王此时已然顿入魔道 如果自己的金箍棒一旦落入牛魔王之手 那么天上人间将永无宁日 而孙悟臣盗取金箍棒却是为了做一件大事 原来当初唐僧师徒从西天取得的真经只有前三卷 而第四卷则被佛祖留在了人间 孙悟臣此次下凡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第四卷经书 从根部教化牛魔王使其恢复真善美的仁爱之心 从而解决此次三界灾难 孙悟臣根据梦中先贺的指引来到了这所中学 找到了这个能带领他找到第四卷经书的这个引路人 就在这时他看到天上有之神音飞过 孙悟臣顿感大事不妙 他快步走向教室 却被他的父亲孙悟空给拦下 此时的孙悟空并不相信儿子所描述的梦境 他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孙悟空要求儿子立刻把金箍棒还给自己 因为只有金箍棒在手 让他一百个牛魔王也无法打赢斗战圣佛 而孙悟臣却说什么都不愿意把金箍棒还给他老爹 孙悟空一生气 后果很严重 火眼睛睛轻轻轻一瞪 那一排排的灯泡音声炸裂 孙悟臣无奈只好小心翼翼地 从书包中拿出了金箍棒 孙悟空本以为儿子会乖乖就范 却没想到孙悟臣直接打开金箍棒 展开了攻击的架势 孙悟空一看 你小子真有种 真不愧是孙悟空的儿子 金箍棒倒是耍得有模有样 但对于他的老爹而言 这些小把戏还是过于稚嫩 孙悟空一把抓住棒 抽身顺手一掌 就把金箍棒打飞出去 没有武器的孙悟臣只好暂且逃跑 只见他伸出手来再次召回金箍棒 一套火花带闪电地朝着他老爹打过去 孙悟臣还是低估了他老爹的千变万化 孙悟空只需一招 就把儿子给定在了墙上 就在这时灯光突然熄灭 孙悟空盾感大事无妙 只见一道金光闪过 原来是观音菩萨前来劝驾 而他的教育方式 就是把金箍棒收了起来 送还给了孙悟臣 纵使孙悟空已然表示牛魔王 会因为金箍棒前来找儿子的麻烦 观音娘娘还是将孙悟臣带走 并且还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教育 孙悟臣应该努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甚至还为他准备了一个三室一厅 但就当他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一个拿着耙子打扫卫生的男人盯上了他 他把孙悟臣的柜子翻了一遍又一遍 但凡能吃进嘴里的桶桶都塞进去 他甚至连周围的垃圾桶都不放过 初八戒 他是来找提供 啊